救援的通讯 除了先期已经赶赴现场救援的消防公安 蓝天救援队以及120急救人员 那么我们在现场还观察到 已经有大批的武警和电力保障的人员车辆 那么此前我们得到了几段 今天下午当地村民和游客拍摄的视频 那么画面显示 由于山洪凶猛 已经将一段道路的路基冲毁 目前事发现场一方面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另一方面是通过大型的机械 力争尽快抢通中断的210国道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最新的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